生活中,有时候我们为了维护与别人之间的关系,总是免不了需要迁就别人的一些喜好,甚至以为你和别人的心意。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大见或喜欢,有些人无论是在生活,职场或是情场当中都能够左右逢源,甚至逃华日一直很旺,而有的人却始终特立独行。 为人真实欲又不做作,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讨人欢心,所以他们的桃花蕴都比较差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十二星座中那些桃花蕴,一直都不大好的几个星座吧。 你上榜了吗?水瓶座水瓶座人的性子一向都属于比较直爽的类型,导致他们讨厌谁或者喜欢谁,往往都会表现得格外明显, 很少会违背初心和讨厌的人接触,水瓶座人做人做事,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,既不讨好人也不奉承人,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看人脸色形式,就算别人不喜欢自己,他们也不会为了优合别人而改变自己。 水瓶座人之所以桃花蕴不是很好,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性子胎质的关系。 总而言之,水瓶座人属于桃花蕴一直不太好的一类人,因为他们学不会在与异性之间相处,时放下身段,去说一些好听的话讨别人高兴。 水瓶座座的一套完全不符合水瓶座人的风格,对水瓶座人来说,哪怕自己不被很多人喜欢也依然坚持初心,水瓶座人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桃花蕴好不好,是否有很多人追求自己? 这些都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,讨厌自己的人他们绝不勉强跟对方相处。 所以,水瓶座人不会因为桃花蕴差,也不会因为喜欢自己的人少,就通过奉承别人试图改变他人对自己的态度。 狮子座狮子座人的个性向来都属于强势又不轻易低头的一类人,正是这样的个性间接导致狮子座人的桃花蕴一直都不太好。 虽然他们从不缺少喜欢自己的人,但同时不认可他们的人也很多,向来都是独立独行,凡是自己做主,从不依附别人,不管跟同性还是异性之间相处,他们从来都不会刻意去迁就别人,也不会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就故意违背初心去迎合别人。 或许很多人就是接受不了他们这种独立的个性,才放弃和追求他们的想法。 总而言之,狮子座人从不关心自己的桃花蕴好不好,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和看法他们也不在乎。 更不会花多余的精力和时间,去理会别人怎么看待自己,哪怕感情之路不是很顺利,桃花真的很差,狮子座人同样做不到,为了扭转别人对自己的印象。 就轻易放弃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原则和初衷,转而去讨好别人,喜欢就喜欢,不喜欢也不抢求。 因此,桃花蕴是好市场,对狮子座人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 摄手座人性格除了太帅之爽之外,关键是习惯了我行我术,摄手座人的桃花蕴一直不太好,直来直去的性格让摄手座人从不会低声下气讨好别人。 不喜欢自己的人,摄手座人不会觉得失落,而且他们向来不在乎自己的桃花蕴好不好。 对摄手座人来说,这一辈子只要和一人携手到老即可,对于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,他们不会抢求更不会抱下自尊去巴结对方。 总之,不管跟谁相处,摄手座人都采取了坦率又直接的方式,而不是与别人玩诗情假意的一套虚伪的相处模式,并不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原则。 因此,任何时候摄手座人,都不会为桃别人欢心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。 即便桃花蕴一直不太好也不在乎,若是两个人互相都欣赏和尊重彼此,那么必然对品行和性格上的肯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